老爸,哪里的金菊最好吃? 我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金菊是非常好吃的 一个地方是僵尸的隋川 这个地方是金菊的原产地 但是在宋朝之前,这个金菊还不是很流行的 直到有人把这个金菊带到了当时的都城汴梁 当时的温城皇后非常喜欢吃这个金菊 那么这个金菊才流传开来的 那么到了明朝的时候 有人把隋川的金菊移植到管市的荣安 那么在荣安这里就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品种 叫称为华皮金菊 那么这个华皮金菊它的皮特别的滑 果肉非常的脆 然后它的脂也是非常少的 那么隔壁的邻居杨硕看到以后 也引进了这种金菊 它把它称为叫脆皮金菊 其实品种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三个地方的金菊都是非常好吃的 吃金菊要注意一定要连皮一起吃的 因为它的维生素80%都在皮里面 那么我手里拿的就是管市荣安的华皮金菊 非常的好吃 点视频中的小黄匙 抖音